我们常说一日之际在余晨,我们每天睡醒起床后,都是精神抖走,记忆力最好的时候,每个人都想要拥有健康长寿的身体,健康长寿,需要我们从小是做起,从小的习惯养起,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做新时间,请假锻炼的话,那么我们也会拥有长寿的身体。 但是,有一些人总是大病小病不断,身体呈现要健康的状态,是因为他们清晨起床后爱做这四件事,那么不论男女,如果在清晨起床后爱做这四件事的话,那么乔兽可能就会和我们无缘,就会躲着我们,那么到底就是那四件事呢? 不论男女,清晨起床爱做此件事,长寿可能会躲着你,尽量改改。 一,起床太快,如果我们早上起床醒来太快起床的话,对我们的身体极为不利,因为,如果起床太快的话,我们身体中的血液流动速度就会加快, 如果人们本身的血管就是脆弱的,如果需要流动加快,就非常容易冲破脆弱的血管,产生各种心脑血管疾病,比如脑出血,脑中风等,对人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好处,所以起床应该不要太急。 不要太快,可以伸一下懒腰,慢慢地起床,避免容易是夜流动或快所引起的疾病。 二,喝凉水,现在是夏天,天气非常炎热,所以人们在起床后不喝温水,一般都只会喝凉水,或者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水。 这样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不好,因为我们刚刚起床,身体各个器官的性能还处于休息状态,还没有苏醒过来,如果这时候喝一杯冰水或者是凉水的话,会刺激我们的肠胃,而且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。 如果长期这样的话,会对我们的女性朋友造成很大的坏处,比如引发宫寒,对男性朋友也会引发各种疾病,然后引发肾昏,肾虚等,所以在起床后应该喝温水。 三,不吃早饭,因为现在很多人们急着上班,或者是工作繁忙,都会忽略掉早饭。 四,进行夫妻生活,有很多年轻的夫妻性欲望。 四,在早起后会有夫妻生活,其实这样对于男方和女方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,因为早上是我们人体阳气最充足的时候,如果进行夫妻生活的话,就会对我们身体中的阳气进行损耗,就会使阳气受损,造成各种器官受的损伤。 而且,夫妻生活过于劳累,如果太过操劳的话,就会容易使夫妻双方精神不假,容易疲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